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有两堂课 老师都会focus 在生活与法医里面 特别讲到性法医学 包括性犯罪啦 性侵啦 或者是杀鹰 还有受虐儿 会把重点放在这几个上面 那为了要了解性法医学 那我们也不得不 从性医学的基础 跟同学来做一个分析 以前老师在教 两性医学那个年代 十多年前 我们是三学分的课 三学分的课怎么上呢 那时候不是1点半开始 是1点10分到2点50分 那之前呢 12点10分就开始要上 所以它是三个学分的课 那那个课是同学都可以带便当 带咖啡啦 带红茶随便 因为12点要上课 因为12点要上课 老师都是饿着肚子 来上三学分的课 那后来觉得这样 是太残忍了 所以18个 18个那个 课程的三学分的课 现在也都打破了 打破了 然后分到各个不同的老师 不管他们从心理学的 从医学的 那在我们性法医学里面 还会比较交代的 比较清楚一些 那所以今天老师在这边 就会跟大家有两堂课 下一个礼拜这个时间是 国定价格 但是那是劳工 就是你做那些劳保的人 你要休息 那我们学生啊 教务处啊 学务处他们都没有修 所以我们学校上课照上 这一点我先跟同学讲一下 免得到时候 你看哦 有价放价什么红字啊 才没来 那今天来讲的 就是性法医学里面有包括 法医与性侵害的 性有关的医学 还有性的疾病 那性别鉴定 临床的鉴定 跟实验室的鉴定 所以实验室鉴定也就是说 已经送法医师了 或者叫做病理师 那个final diagnosis 我们叫做最后的诊断 那第三个部分 才讲到杀验跟受虐 那第四个部分 性法医学的鉴定 那这个鉴定里面 有它法律学的定义 不是说你想鉴定就鉴定 有法律学上 有犯罪学上的必要性的时候 还有法医医护人员在做性侵事件的时候 处理的标准 它有一个SOP 标准作业 你不能假的 像这次泰鲁阁号 发生问题就是 你没有按照SOP吗 就算是真的不幸 那个 有一台那个工程车掉下来 那你也应该先通报啊 他在那边做那么久的工的人 他有一定的程序 结果他没有照SOP 这个时候就会闯破 害死那47个人命 那再来 下个礼拜才会讲到 异常性行为的认识 跟性侵害的区别 还有特殊性侵害案件的实例讨论 刚刚是不是有跳过一张 我们当然里面 刑判罪的种类有包括 Rate 强奸 非法性交 还有强制猥亵 公然猥亵 猥亵儿童的 乱伦 人受焦的 童性恋 童性恋 童性恋我们以前还放在病态 你知道吗 老师这张如果给 那个童性恋 学会的人看到 会 会骂死 你说把童性恋放在 新犯罪里面 像童性恋是犯罪 你知道吗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他是 他是一个 教科书的教本 但现在我们 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声明 童性恋他不是犯罪 以前错误的观念 最后结论和Q&A 同学你们有问题 希望你们当场就问 不要 大家都不好意思 我们在国外教书 国外的学生 他们有问题 抢答 哪有人坐在最后面 躲在台湾 躲在台湾 一看都是台湾的学生 人家现在中国的学生 他们也很勇敢 我会跟老师挑战 不问问题 跟老师谋谋谋谋 问到宝 对不对 这个是好事啊 因为你有问 才有学嘛 学问学问 哪儿哪儿哪儿 我们也来 保障流气 求进步 所以 应该要 躺开心胸 免得起来 而且 讲真的不用做那么后面 做前面一点 因为有很多漂亮的图 那些图你一生一世 大概就这一生可以看过了 连医学系的学生老师在 像暴露老师的年龄 老师在这边 毕业的时候是55年前的事情 55年前那个时候 我们班上同学也是这样啊 大家都呱呱啊 都不敢不敢问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 少了那么一个求证的机会 对不对 那我们在法医学里面 常常要讲 Evidence Evidence就是证据 很重要哦 那所以有 同学如果有需要跟老师联络的 你们可以用E-mail A-L-X 这不是E哦 你是大E哦 老师的另外一个英文名字叫 Alexander 亚历山大 因为老师最喜欢亚历山大 这个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 柏拉图 跟亚历斯多德 亚历斯多德 他们栽培出来的一个 最神勇的 我们称他做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所以我用亚历山大师老师的 简称了A-L-X 2000年的时候 小老鼠MS51点 HINET HINET 像这个是LKK在用的 E-mail 你们现在都是Gmail GM 跟我们那个年代不太一样嘛 不过没有关系 今天 我们第一张图就给同学知道说 甘亲抵士 上次说甘亲抵士 人家吃米粉 你在给他们发烧 对吧 年轻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想那时候可能不是下雨了 没有雨滴 那时候应该是怎么样 太阳太热 抱在那个地方 亲来亲去 更热 对不对 很热情 旁边写着水深危险 陌入 当然 这张图是一个双冠语 它是在十多年前的报纸上的一个 那天的重要新闻 又算社会新闻 又算学术的论文的新闻 甘亲抵士 人在亲亲活活 跟你有什么关系 在 这一个报纸出来的那个年代 你看是民国几年 89年 你今天几年了 很多东西连出生都还没有出生 那个年代 所谓保守的台湾人 平均曾经有的性伴侣是4.3人 平均 我没有讲说你一定是4.3个 搞不好你是5.6 搞不好有人是一个性伴侣 他终身就是一个性伴侣 很忠诚 搞不好他是不结婚的 他没有性伴侣 搞不好他是三妻四妻 到一个七妻 对不对 这样总平均 在那个年代的统计 告诉我们说 连保守的台湾人 平均的性伴侣都有4.3个 你们要知道那个时候 立法院里面有一个 立法委员叫陈文倩 陈文倩小姐她曾经 在那个时候 在立法院里面也是 新风作浪 比较厉害的 很对 她马上反驳 她马上 辣远 什么平均 台湾人的性伴侣才4.3个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立法委员租公 租公 租公不是租公 那是尊称的 租格亮的租 阿公的公 立法委员租公 他们的性伴侣 最少一个人 也都是一打以上 一打12个 你知道吗 因为她在里面 立法委员他们的互动 她很清楚啊 哪个人在外面有小三 哪个人在外面有小王 大家只是心照不宣啊 不好意思说而已 因为这属于私领域 我在那个年代 陈文倩就发表 不过还好啦 这一篇文章 其实是师范大学 心理卫生教育系 系主任燕涵文教授 她的论文 她发表的论文 记者很好奇嘛 色三星的 他们比较喜欢 高兴把它 拜托啦 给我们看 看在报纸 那时候这个中国时报 联合报 很清 很清 像是台湾时报 那还没清 像是过去过去 现在更清 就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跟台湾时报 在那个年代 还比较没有人定 中国时报最多 再来是联合报 那时候苹果 苹果日报也很少 刚刚开始吧 还怎么样 李志英 董事长的那个年代 好 那这篇文章 它里面做很多的统计数字 包括这个地方第一次 发生性行为的年龄 比较 居然喔 台湾是仅次于中国 中国是很老很老 这边你们看到21点 21点1吧还是 那台湾是21点4 21点9 就是21岁快22岁才第一次发生性行为 台湾是21点4 印度20点多少 哎哟 哇哩 我看来我自己就要分你了 怎么可能到20多岁还不会破除啊 在那个年代喔 你现在没办法想象 不过人家 燕豪为教授 他做的教授的论文就是这样 然后呢 信伴底的人数比较 哦 这个地方 台湾4.3个嘛 就是这个标题的嘛 那波兰4.2个 中国2.7个 印度2.8还是1.8 总而言之啦 这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啊 我知道你们那边看得到 所以你看你不做前面 连老师看着荧幕都还 不一定看得出来 因为那是老师从报纸拍下来 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 可以手机那么高画素 你看老师架两台 手机在这边干嘛 一台是直播的 老师每次在中山 教了40年以上的课 我在这边上的课 反而总过必留下痕迹 一定把它直播出去 而且都会留在YouTube上面 那你只要打海洋之声 海洋之声广播电台啦 毅老师在三四十年前 就在这个电台里面 跟那个时候的执政者 国民党拼得起来 拼贏嘛 拼贏什么意思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们被抓 被移送法办的 一天到晚把我们送法院 说我是台独我是共产党 台独等于共产党 那多好呢 现在习近平共产党居然叫我们台独 这个荒谬啊 这种荒谬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 我们在广播电台所做的事 就是在提倡正确的医学观念 提倡好的法律观念 提倡环保爱心妈妈 这些人都是我们电台主持人 这个主持群啊 那老师当董事长啊 抓不到人 都抓我移送法办 所以老师上法院的次数 像我家 我去我家的厨房一样 那么频繁啊 每次发光发光 我就说 哎 哪又是你 就是我啊 我这么好事呢 你自己的监听嘛 哦你的那个电信警察他移送的时候 他要收录某一些片段 然后交给检察官 检察官把我们起诉 起诉我们才到法院里面 跟这些执法人员在那边辩论 辩论又怎么样 他又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又没有坐监犯科 我没有前科 他就不能判我的罪 你知道吗 那老师都很痠 因为我们在教法医的 教法律的医学 绝对不会让你们披掉 就像前几天有一个 教那个 好像音乐的老师 一个女老师 有没有 被警察搜身 所以要把他搜身 你就拒绝啊 你说 你说怎么那么蠢 当然了 那个警察真的很蠢啊 他又不是坐监犯科 又不是登记有案的 你不管你用密录记 密录来的 或者是 你用你的尝试判断 一个走着路上的 一个小女生 二十多岁在那边 是不是有吃点什么 零食在手上 你把他当做做监犯科的人 他当然可以不回答你啊 你又没有搜索票 在法律上 你本来警察就不应该 干涉他的行为 所以他就拒绝不让他 不让他赢 不让他赢 你还要 他在学校里面教书啊 你来办公室里面 我 我这警察讲真的 他真来假的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 依法 你可以 不讲话 就不讲话 但他是倒霉 他讲的说 怎么那么蠢 当然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啊 说得比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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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我坐着女人啊 我没吃毒 我身份 没有那些事情 不然你要怀疑那些 sign 连这个都没有 那你这样子把我冤枉 所以他跟他拼到底 老师那个年代 我们三四十年纪 是这样拼的 在戒严的年代 可以因为 随便一个法令喔 他讲的喔 他讲就是法律喔 他说老师头脑里面有问题喔 说我有台读的意识形态 我的头脑里面有什么意识形态 你怎么知道 请问老师现在头脑里面在想什么 我每一年都给上课的同学考试啊 一定问你说 你讲出来真的 你讲对了 一千块现金给你 现在知道老师头脑里面在想什么 我每一年答案都一样喔 请上过我的课的同学 不要讲出来好不好 那你已经知道答案就算了 好 没有上过老师课的 我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的 请你告诉我 我的思想 现在头脑里面在想什么 我每一年都是100% 让你们答不出来 很简单的答案 你们就答不出来 你想看政治家这些要别啊 凭什么知道我头脑里面在想台独 还把我是共产党一送法办 乱来 所以我那年代就是他拼 我拼高大人 高大人虽然曼老师好几年 他从日本慢一点回来 但是那时候是我们学校第一届的 老师是第八届的 第一届的学长就带领我们去冲立法院 你知道吗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学运 还没有太阳花运动年代 那我们是经过政商的管道 请立法院带我们进去 跟他们就是当场监视他们 因为那时候要搞全民健保 到底全民健保好不好 全民健保老师已经骂了25年了 朝令世改一日宿变 人心惶惶前途无量 一卡到底一意孤行 医药分叶一走了之 这会不会八年了 那不是 这八九月 不会一十几年了 我不用看我都背了 记者来问也好 去那边跟他们挑战也好 因为全民健保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享受全民健保 都忘了全民健保 很快就完蛋了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人失业他交不起啊 交不起那个保费啊 眼睁睁睁的看着 如果我们没有讲真的啦 大家都不喜欢交多一点 可是你如果不交的话 你就要把健保吃光 有一天你连很简单的 一个急诊送我们学校 准断出来就是一个急性蓝尾炎 蓝尾是盲肠啦 标准要叫蓝尾了 Appendix盲肠是一个盲端那个肠 一大跌的大肠的前端 所以不能叫盲肠 但是我们俗语叫盲肠炎 如果你送到学校 你没有健保的年代 你自己要花多少钱 随便给你一个数字 你就知道三五万块 三五万块啊 如果一个剖腹肠 在没有健保的年代 在美国为了要拿美国籍 妈妈跑去美国生了一个娃娃 在美国为了要时间嘛 自然产也好啦 如果是剖腹肠更惨 自然产喔 十万美金 算算看 你就知道说不好玩啊 保险制度没有的话 你自己要花钱的话是很惨的 那我们是大家要出一点钱 对不对 让一个保险制度弄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监督政府 明明你是建立在腐烂的根基上 就那么一天 因为全世界走 全民健保的国家都倒了 现在每个国家是二代健保 那我们台湾已经进入二代 还要偷偷的偷渡到三代 也就是最近顺时钟 陈时钟他有把我们的健保调高费用 你知道吗 你看 因为他做得太好了 做得太好 以至于他偷偷把我们调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只要调一点点 工商界 劳工界 就拼了 不准他调 我说这些资金是要资金 你没有那个保费的基金 大家缴一点 一个月可能五六百块而已 如果上班的人工厂 老板要替你分担三七分 有的是四六分 你交易根本不是很多 可是一旦保障起来就很够了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懂 道理都懂 可是偏偏每次要调的时候 哼哇 他在里面做了 拼 他看的时候我也是支持 这次陈时钟偷渡 就在兵荒马乱的中间 很多个案要报告中间 他夹带就来调一点点 没有几个人在乱 有啦 有几个国民党 他们国民党现在算是在野 他就垫他 垫他的人 那个警察学校的 那个教授 好像是那个女的 或者是吴世怀 那个以前当过军人的将军 这两个是哪一个讲的 所以陈时钟调了健保 怎么没有下台 为什么他要下台 调健保是 对啦 大家多缴了几十块钱 不爽啊 不爽就是不爽 就是要让你落台 那要为了我们落台 陈时钟 他很安稳的继续干他的 卫生福利部部长 因为他做得好啊 而且这个法案是好的啊 所以你看看老师那个年代 我们在三四十年前在戒严的年代 就开始跟他们拼了 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当然会移送被移送法办 不还好啦 我们都懂得说那个分寸 那现在的老师小时候被我看病 被他小时候被老师看病 就是卫阳 卫阳就是清华大学那个硕士生 他冲撞立法院 他冲撞行政院 立法院不是已经有那个318学院吗 同学占领啊 结果他几天后 又另外一群人 占领行政院 行政院是一个行政机构 所以比较起来他就被判了很轻的一些罪 可以医科法经喔 不过那也是刁难他 故意把他用法律上 让他以后有一个不好的记录 这样子 这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 会这样做的一个原因 但是你做的时候 你要恶法意思法 要记得喔 很多法律不完成 像这次警察抓那个音乐老师 那也是恶法里面的必要之恶 可是你的分寸没有拉好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好好的老师 在路上走路 也没闯红灯 也没骑车 也没有酒驾 走路的人 你嫁要跟我问 人们不可以跟你说 去收起了 这个台湾有说去赌篮 去赌篮就要跟她问到 老师当然 十个小小女生二十多岁 他就说 很蠢啊 很蠢 很蠢就叫做五入公署 这叫五入嘛 你说五入也可以啊 但是那个分寸 那个 那个我们叫天平在哪边 动音乐都 越不服他的这种很蠢的 把人家问人家的那个资料 搞不好那个年轻的警察是 就是暧昧者要追求 老老是一个性变态的 凭什么 这个女老师就一定要告诉你 对不对 理论上你可以说 我使用我的接墨权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 请你来问我的律师 同学要懂得保护你自己 好不好 因为你明明没有犯罪 警察一直要跟你问 那个那个是 不成比例啦 法律 情理法之下制定的最后的一个法律 是要有比例的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讲的那个课程里面 都是建立在科学的证据上面 不是意气用事 如果是意气用事跟他拼 讲真的 那个年代的老师可能也失踪了 被病掉了 所以这个实在是 要给同学知道 所以我一定会转播 我转播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讲的内容全部在上面 你要挑 你去挑 你把我移送法办 里面都有录音的证据 所以老师在这三四年中间 你只要打老师的名字上网路 你可以看到三四十年来 每一个节目 每一个节目 那里面都是劝人好的 叫人医学给人家call in的节目 现在比较没有 因为call in的节目 现在反而电台要给我们收钱 妈的 我们做公益还要缴钱给他 什么事件 所以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就直接播而已 直播而已 所以你在手机上面 如果你能够在Facebook上面 找得到老师 或者在YouTube上面 你就要点张其中 你就砰砰砰 我所有的资料 最近的几十片 几百片就可以看到 好 那这一个题目 保守台湾人 不管怎么样 这总是一个 那个时候的发现 结果他的结论是 小学生性早熟 性知识跟不上 小学生 在89年 那个时候 同学 89年 就是三四多年前 那个时候的性行为 你们看一下 放大给你看 这张 很清楚 国小高年级 五六年级 叫高年级 三十年前 他们自卫的 男生是占11.7% 女生一半 曾经与异性接吻的 男生3.2% 女生1.8% 百分之多少 曾经抚摸异性胸部的 男生多一点 女生也会 把男生摸一摸 因为他觉得 这很好玩 同学 这个现在都是猥亵 现在这个动作 前面的这几个动作 你公开的做 也是公然猥亵 不行 再来抚摸异性生殖器官 男生大于女生 因为女生 再怎么讲 国小五六年级 怎么敢去摸异性 对不对 会被抓 追着跑 啊 去去叫老师 救命 最多是这样 对不对 啊 抚摸 同性的生殖器 男生 高到13.5% 为什么 因为男生会作假 作假就是 会给你阿鲁巴 有吗 阿鲁巴 阿鲁巴 听不懂的 拜托你们老实说 阿鲁巴听不懂的 请举手 没有听过这句话 好 负面表列 你们都不表示意见 我很生气 阿鲁巴 听得懂的 请举手 阿鲁巴 哎呦 我真是很小 超过三个字 OK OK 那就知道了 所以阿鲁巴的一只男生 玩男生 他扛起来 然后找一条 把男生的生殖器 弄条 有吗 生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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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懒教 整个在家的事情 会作假 特别是国小五六年级 刚好在发育 大家会这样好玩 所以 抚摸同性生殖器的 反而 会比较多 女生 有啦 但是也很少啦 100个 才0.7个 那性交呢 有没有人上床 有 30多年前 已经有2.8%的人 上床 女生 也有四分之一 所以你就知道 性行为是不用谁交的 好不好 你不要说 那时候国中 我们那时候叫初中 你们那时候叫国中 国中的圣灵卫生都还没有交 就算交17张 到时候都跳过 都没要交 所以大家都不败 共皇兄 要去上床 曾经看色情图 图片图 还有黄色小说的 黄色小说的 黄色小说的英文怎么说 不是Yellow Book 黄色小说 英文怎么说 来 大声念一下 黄色小说 英文怎么说 叫Dirty Book Dirty 辣色小说 外国人就这样讲 好不好 你不要说Yellow Book 人家还以为 电话簿的Yellow Page Dirty Book 好 那个时候 30多年前 曾经看黄色小说的图片 才四分之一多 那女生 也很多 五分之一多 表示 偷看 特别女生最喜欢看 那个 言情小说 我看了还会沉醉 在那种情节 跟男生不一样 男生喜欢看图片 因为男生是 视觉的动物 还有 曾经曝露 曾经有人曝露性器官 还是男生多 奇怪 为什么男生对男生要曝露 不是眼看过 没什么遗憾 应该 Suppose应该是女生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不管如何 如果女生也是有人曝露性器官 对不对 有一些性微卸的 在黑巷里面 大路 大马路上可能不敢 可是黄昏 暗一点地方 她就脱裤子 漏鸟这样 有3.5% 曾经有人偷看她洗澡的 脱坏衣服的时候 男生也会多一点 我也不懂 我觉得应该是女生多 不过不管 反正印航文教授 她的统计是这样 女生才一半 一般会去偷看的是 男生去偷看女生多 那有人故意卸她的裙子裤子的 脱裤子的 这个当然是男生多了 去做阿鲁巴那种动作 女生的 有了 但是9.8% 现在不能做 你再玩这个好玩 你认为好玩的是 强制罪 猥亵罪 迪宋法办 迪县尼泰阿波罪法律 曾经有人故意 触摸她的大腿 臀部 硬部 这个已经是公然猥亵 甚至于有信心的疑虑了 不好玩 在那时候男生7.1% 女生4.1% 好 最后一个 叫做强暴 曾经有人以暴力 逼迫她性交的 男生才0.7% 可是大于女生的0.1% 这一点很奇怪 对不对 会强制性交 都是强奸 你怎么强奸男生 怎么女生才一个男生有7倍 这时候就发生问题了 李敏老师头上也很多的问题 因为在她这个文章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道交几十年的医学了 在这个事物中间 头脑里面我的统计数字 应该不是这样 可是记者也好奇 马上把它写成一篇文章 小男生比小女生容易被性骚扰 你想想看 七倍 到现在搞不好你头脑里面还是转不过来 老师真的也转不过来 不过还好那时候我就 看看他的文章 记者他不会用统计数字了 他用文章把它写成文章 不是山中、中广、中市、中影的董事长 而且现在那个是被告中 因为那三个都有问题了 他是一个军人的小孩 他爸爸那时候是上校军人 怎么搞的会有那么多钱啊 来买几亿几亿的党场 把他藏在他身上 当然这是犯罪了 现在党场委员会已经抓出来 已经提告了 他说我不是 我只有买他的电台的 那个叫什么 叫做使用权 并没有买他的房地产 靠啊 说这个消费 我三四十年在那间公司里面做档 我有办法 把它一手来运用 结果只有他的波音 波音是我在管的 房地产跟我无关 这种伪话 谁都听不下去了 但是他就厉害了 他就厉害了 他就敢这样讲 好 那时候他是台长 非碟广播电台 现在还在喔 现在台中的话是FM89.9 89.9 他们现在叫做快乐联播 不是快乐联播是另外89.5的 89.9的是非碟广播电台 OK 那老师讲这个故事就是说 那个年代他在主持这个节目 那天晚上台长的那个叫做评论 总有一个台长时间嘛 老师刚好驾车一听 他里面居然会讲 真的啦 小男生容易被 小女生不见得比较少喔 小男生还容易被性骚扰 为什么故事娓娓道来 我也听得懂 也就在五十七八年前 那时候老师在台中一中读书 突然间 有一个台南一中 被退学的学生转学考试 还好有过啦 转到台中一中就坐在老师隔壁 老师问他 兄弟尊姓大名 他告诉我他叫赵少康 从那时候就变同班同学 还有另外一个是东海大学 吴德耀校长的儿子 吴亲智 他比较特殊他是ABC American born 中国那时候我们不叫ABT 现在老师坚持一点讲 American born 在美国出生的台桥 但是以前都叫华桥 那个年代 大家跟中国分不清楚 我们课本上作业还写 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今天如果这个给你们看的话 你们会卡屁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啦 我怎么给你们中国打 我给你们中国打 知道吗 赵少康康的儿子 赵少康的儿子跟爸爸讲 爸 我是自然奴 我台独 赵少康的儿子 他是完全一个是 要统中国统一的 不管是统中国 还是被中国统的 就是统派的 自己的儿子 居然就是台独 你怎么办 这次点让老师很欣慰 你知道吗 因为三四十年前 老师第八届 跟第一届的学长 我们在拼的就是拼这一块 台湾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我们有军队 我们有领土 我们有人民 我们有国民教育 我们收税 也不会被China管 China 习近平啊 你们这些人的嘴脸 你拼什么来管台湾 你听我 我想像是可以拼到这样 不过经常给我移送法办 因为包括移送法办 那些都是国民党的爪牙 要别啊 但是我没有你怕就对了 因为我们知道 在法律上 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不用怕 像这音乐老师也是不用怕 他根本不怕 所以现在很多立法员都挺他了 要好好的叫警察 你把比例原则讲清楚 请你那时候把我过肩摔 三个警察 压制一个弱女子的 这个画面 你不能剪掉 拿出来 看怎么样 那种对待一个没有犯罪 身上没有毒品的一个音乐老师 我急着要去敢上课 我不是不要让你知道 你来来我的办公室 我会让你知道 当然警察像是不爽 不爽就可以把人家过肩摔 可以把人家收身 我也把他全部收身 这个品质嘛 都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嘛 所以我们不用怕 我们有很多坚持 很高兴 很高兴 老师很高兴 连照查方的20多 就能太多了 好 那时候照查方就评这一篇 他怎么评论啊 他说 在还没有讲这个事情 老师也告诉他 我说 欸 照查方 你怎么跑到台中一中来 台南一中也是很好的学校啊 他讲话就会这样 烫麻 先烫麻的开始讲 我在台南一中高一嘛 那个当风气鼓掌 啊 同学 刚好老师不在 走出去讲话 你哟哟哟哟哟对吧 啊 教官走过 教官走过的时候 听到同学在那边讲话 教官跑进来 风气鼓掌 哎呦 照查方知病 那个哪个同学刚刚在讲话 好 请你把那个名单给我 哈 教官都会记申戒啦 还是警告之类的嘛 啊 风气鼓掌要主持风气 没错啦 可是 欸 大家同学一场 啊 他自己也在讲话 啊 我要纠举谁出来 我要当坏人 我要做要别的 他也不外呢 所以他就不讲 不讲 告诉你 在五十多年前 养子不教父之过 学生不教师之过 学生不教师之过 学生如果不乖 老师可以怕 你知道吗 我那年代老师会怕 不可以告老师 没有人敢告好不好 照常乖乖的就 被老师拿那个抱甲子 有没有 班上不是要订抱死板 有一个抱甲子拿下来 削下去 吼 踏下去 欸 那个会痛耶 抱甲子 跟以前也有人用藤条啦 丁条你知道 照常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把狗狗掌 掌无纸的 老师都不管出声音 我怕是出声音 会被NGG罚办 掌那个无纸的啦 还骂 哇 那个年代你骂老师 骂教官 那你只有一条路 退学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 骂教官 因为你第一个 你不分青红照白 凭什么打我 他心里面有一把尺 还有我爸爸是上校军官 上校再上去是少将的 在五十多年前 一个上校的儿子 被一个少尉军官打 你这骂的教官 也不过是少尉而已 抵军在那个学校的教官里面 大学才有到中尉 甚至于到少校 这个跟我老伯要插起来 是插六个rank 你凭什么打起来 少校是假的 所以你别把你插得刚刚好而已 结果不管你再怎么样 那个年代能打也不能告 只好他退学 还好啦 转学考试到台中一中 大家从此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那我也知道他的个性 他跟我两个都是 一个台独一个是统的 他愿意被人家统 不过那时候他讲的是 我要统一中国 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 帮我们的那个秋海棠 还画出来 中国的地图就是秋海棠 人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945年 10月1号独立以后 他的上面那个蒙古啊 已经缺缺缺 蒙古早就独立了 所以他变成一只老母鸡 凹下去 这个鸡的屁股翘起来 中国的地图是这样子 并不是秋海棠 那现在我们放在台湾的陆委会 叫大陆委员会 我们的国旗 我们不是 我们的那个地图 还画台湾中华民国市 大到全世界摆第三名的 这么大的一个 包括外蒙古的一个国家 反共议事啊 王丹啊 柴林啊 吴尔开西这些人 来到台湾 请他们到陆委会 哇 你们夜郎自大 我们现在 我们中国人 吴尔开西曾经来老师的课 老师曾经请他来 就在班上 替老师讲六四天安门的事情 他还带那个 活灾器官的安华医生 他因为被骗 他不知道 他就偷偷的割人家的 法轮功的 还不是尸体 活人 因为他那时候不知道什么事 他被命令割 然后把那个器官捐在一个人身上 缝好以后 诶 什么旁边 另外一个 那个人还没有死的人 还在点滴掉叶克末 柯P去中国把他们交叶克末 就是这样来的 他交叶克末 柯P没有去做啦 但是他交中国的医生去做 叶克末延长这个人的生命 在他还没有被摘新鲜的器官之前 suppose他是活着啦 当然是麻醉了 所以这个安华 他自己良心发现 跑啊 跑到英国 现在躲在英国 塞给了车 问奖 driver 安华 也就是透过《无我开心》 我请他们两个人来老师的课 讲医学伦理 那我们的戴正德教授 戴正德教授 有上过戴正德教授 不管是他的医学伦理 还是医学 反正跟伦理学有关的 或者生死学 或者是什么 有上过戴正德教授的同学 请举个手 我看一下 有好几位同学 你们医学系的话一定要 亚学系一定要 因为你是直接面对伦理的问题 那戴正德教授 救 我跟他同志 他在十二楼办公室 快点快点 把你的医学伦理的授 你们两个教 教完了 敬仰你 因为戴正德教授 是在加拿大 Susquantial University 教医学伦理的 他二十多年前 还没有回来中山 教医学伦理 之前的 所有医学伦理 都老师在教了 因为那时候他还是黑名单 他还是国民党政府 要把他抓来 叮叮的人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可能看到八九十岁 他爸爸快要断气之前 还不让他回来 还好他那时候会找到 那个 现在叫蒋万安的爸爸 蒋万安的爸爸就是 张校园 蒋经国的 赛亚犬 张亚若在中国偷取这个 偷生出来的两个送胞胎 一个叫张亚若 一个叫张孝岩 一个是张孝池 张孝池 还曾经当过 台湾的东湖大学的校长 他是博士 法学博士 他是拜托这个张孝岩 那时候是外交部的 华侨 侨委会的主任委员 Delay了一个礼拜 黑名单回不了台湾 看他爸爸最后一口气 硬是拼啊 包括很多的人情压力 让蒋万安的爸爸批准 这个是华侨 那时候不叫台侨 大家都还叫华侨的年代 他终于赶回来台湾 老师已经把他称了 硬称了多一个礼拜 看到爸爸 爸爸才断气 那个实在是悲惨的故事 想当年那个年代 好 那时候老师不是三个臭皮匠 就晒过一个诸葛亮 我们三个坐在一起 东湾大学校长 他的儿子在美国书生的 而且 那个英文字六 那完全是英文腔 他讲的英文不是我们讲的这种 How do you do 他说 弄那块银嘛 弄那块银嘛 对来说是他的家常便饭 代表台中医中去参加 全市的英文演讲比赛 甚至于第一名在参加全国英文比赛 这当然是第一名啊 你这批个人在说 英语 虽然是高一高二的 那种腔调 你台湾的学生哪一个会赢 当然没办法 那我们三个又参加乐队 台中医中的管乐队 学校的校队 那也是很光荣的 赵赵刚跟我跟他三个 三年的中间都在那边 那我们那时候年少力壮 也是觉得爱表现嘛 对不对 年轻人你把你的性和尔蒙 拿去追女朋友 拿去约会留啦 就像刚才讲的上床的对不对 可是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我们把我们的能量升华 sublimation 把性和尔蒙变成艺术 美术音乐 啊我们怎么弄你知道 老师把台中医中 他是一个升学主义的学校 不太喜欢同学搞那个什么社团 我没关系 我们就来组台中医中和尚团 老师当团长 赵少康当指挥 那东海大学的校长的儿子吴新智 他就去见东海大学音乐系系主任 Miss Rose 玫瑰教授Miss Rose 来教我们唱那个比赛的歌 鱼羊屁股动地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 那现在我们中山有一条 中山的那个去到日本唱的 那个叫做五点十分 五点十分你能听过吗 你的味 你的味 嗯 他怎么怎么 就要五点十分 因为五点十分就是叫起来 不好 这样垂下去 那条歌 哇 变成我们的 到日本合唱团的 一个一个团歌很漂亮 而且他台湾话 日本人又听不懂 翻译起来 哇 没在翻译 好 那那个时候我们也懂 因为老师是长老教会的 赵少康是进行会的 就是台中 居人国中旁边那个 以前叫台中一中 四一中的 居人国中的那个叫进行会 东海大学贝律明 那个建筑师最近才去世的 他设计的那个东海大学 陆四一教堂 他是东海 东海教会的 我们在教会中间 在圣歌队里面 拿起五线谱 都是太容易了 甚至于我们唱到 弥赛亚了 弥赛亚就是最后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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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到这个时候 英国女王都要起立 懂不懂 英国女王都要为了哈利路亚起立 听完了才能坐下来 好 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是曾经这样 那我们就把台中一中的租起来 我说参加比赛 每次都第一名 可是偶尔会输给芒雅学校 靠芒雅学校 八九成 唱一样 那老师就同情分 不过后来 这个大家也毕业了 他后来考 跟我们都是这样考兵组 医学院为主 可是没有办法考到医学院之后 考到台大的农学院 他是考到农业机械系 农业机械就是做农跟车 Grease 日华有的 后来当然也去美国 读Claimson University 拿到Master Degree 也不错啦 他在那里做亚洲的代理权 后来没有想到回到台湾 就接飞碟电台 那天晚上他就讲这个故事 他说真的 男生会比女生容易被性骚扰 我该也听我回 那时候我就call in 我看这些同学跟我说 那我好可怜 人还性骚扰 那我女生又有性骚扰 结果他唯唯大 他说我在台南一中的初中部 我们那时候不叫国中 读书的时候 我爸爸上校军官 怎么管我们 把我们当做小兵 早上醒来三分钟 跌兵被刷牙洗脸打小便 而且还要把那个床 棉被疊成那个 像豆腐干这样 疊不好 爸爸的S腰带拿起来 就消了 咻 打到困固都疤痕了 但是这个养子不交 父子过 所以爸爸在我们那个年代 绝对是正确的 现在你爸爸拿藤条打你 不合理的 请你马上打电话 电话几号 113好不好 你不要打110 也是抢劫 119也是火灾 113 113 113就是家暴 那一定会社会局会出来处理 把你跟爸爸隔离 50公尺内爸爸不能靠近 如果他是不合理的管教的话 在那个年代 那其实老师听起来那是不合理的 那有时打孩子 把他当作兵 你上校军官也不要把儿子当兵嘛 这样大大的半死 好啊 当然 打了你知道我们人会怎么 强暴人的人 always 以前被强暴过 always 经常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以前如果要这样打 他的个性就是 很重的 你爸如果听到什么不爽快 他现在主持结果还是一样 五十五台 你不小心牵到五十五台 看他每天在那边 还在主持结果 因为他口才也很好 所以黑年以来 我们两个就是 定国基的就对了 一个独立的 一个是统一的 那那个年代他刚刚讲 我们中华民国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队 那个共产匪 什么杀猪八毛 要把他 我说到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奏文最后都要写什么 明年我们就在神州大陆上 插上我们的国旗 那个叫爱国主义 那个年代 每个人都被交成这样 所以他就要去想 但是那天他讲说 我在国中 那个是叫初中 爸爸打我的时候我就逃 在学校里面臭高官 在家里面不敢臭老板 你臭老板 他说真的 他老板是老板 那有对 不敢啦 我哪敢找那包四眼 所以他就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晚上怎么敢回来 他就讲 讲故事 晚上我只好跑去 24小时都有电灯的 台南火车站 他有长条椅子 有没有 赵赵刚刚就睡在那边 他觉得那里面最安全 怎么知道 睡熟的年轻人 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 睡在哪里 睡在哪里 你不知道 那老婆会休息 我会变不起来 结果他睡觉中间 诶 总有一个人把他 猥胁 给他抹不瘦 然后他睡在那里 哼 我哪有的怪叔叔 怪叔叔 是把他猥胁 你知道 他英文 他就用英文讲 I felt very disgust I felt 我感觉到 叫我躲 disgust 叫我躲 到底怎么猥胁 而且他又在电台上 又没有讲出来 我后来遇到 又不好意思问这种 太私密的事情 总之他 他对那个被 亂搜 到底有把他脱口 有把他口交 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他觉得 very disgust 所以他说 真的 小男生 比小女生 容易被性骚扰 好 讲到这边 你们有没有看到 台湾最好的 戴安芬的 凶罩的 那个广告 Tranf 凶罩的广告 他罩的那个女生 很漂亮的三维 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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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三十六 二十二 三十六 类似这样 那个第三维 男生的屁股 居然是 把他戴上胸罩 你知道我讲男生是 那个 那个 小鲜肉 就是差不多 一两岁以内的小男生 他的屁股 戴上胸罩 就像女生的胸罩 这么性感 这么美丽 你们以后上网路 你就找得到了 胸罩广告 小鲜肉的屁股 这个要连在一起 哇哟 原来 原来男生的屁股 在那个幼稀的时候 是这么样的性感 戴上胸罩 居然可以 避免女生的 三十六的 胸围 哇 所以你会说 会被猥亵 小男生不要以为 就不会 他自己见证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种很奇特的 性的取向 我们不能不懂 好 回到医学上 重点来了 讲到性 我们在 电台上面 因为我们要监听友台 为什么他卖要台 成绩会这么好 那我们一个民主电台 讲的都是要 要把政府拼 要把他推翻 我讲说 这228 228为什么放假 为什么228 是一个国定假日 你们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懂 真正里面的精髓好不好 我不骗你啦 那故事的人来弄去迈 老师有时间 我才说给你听 你很震撼 把台湾的精英 那时候台湾最伟大的 那些教授医生 審思议员 律师 全部干掉 那个叫228 所以228 那种恐怖 杀戮 那个简直是 惨不忍睹 所以为什么 三四十年前 我们在海洋支撑 会做这种广播 不怕死 要跟你拼 像郑南荣 哪一弄 郑南荣他只是讲 他是外省人的第一代 他这样讲 他说 我是外省人的第一代 但是我是台湾人第一代 我主庭台湾 动力 这句话 让他死 郑南荣 我们叫他乃弄 他的太太叫叶菊兰 曾经当到 后来当到行政院的副院长 但是那个是个悲剧啊 他先生如果没有 引火制焚啊 因为那个时候 现在的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那时候只是一个 台北的 刑警队的副队长 带队 带队冲上二楼 快要到三楼他的群势 就 看到 砰 汽油虫整个爆掉 哪一种正常 那种点火自杀 那种 为了抗议言论不自由 敢这样做 老师都不敢 我们这些人很理性 知道他有可能的 却不听啊 眼睁睁的看他这样牺牲 好 那我们那时候电台 为了要主持节目 我们就要听 为什么友台只是卖药的 如果他们生意才好 到底他们是怎么广播的 也被老师学起来 为什么 他卖药怎么卖 你知道 阿姆乔腾 阿姆穿 勇于尽送 甲头行马 鸩酒别人 幽生杯茶 腰头百云 好 有没有听过这个广告 卖那个补圣丹的 補生的 白生的 圣盔 老师当了医生 台中医中医学弟 慢我二三四年了 有一天杯子书包就来 因为整个家庭都我在看 他爸爸还是一个 我们台中法院的一个法官 后来退下来 信奖的一个律师 他的儿子来找我干嘛 张医师张医师拜托啦 你替我开张诊断书 我要休学 哇哩哩 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爸爸妈妈没有讲 你自己就要来休学 我说同学你到底什么事 你一定要这样 哎呦 我不好说 我说不好说 你不讲我怎么写 后来他就报纸打开来 书包里面有一张报纸 上面写 胜亏啦 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胜亏 哎呦 张医师 我完全跟他一样 晚上我会做梦 会梦移早歇 起来头晃晃 脚身脚嫩 读书读不下 头会胡思乱想 所以我根本读不下 拜托啦 跟我开张诊断书啦 哇 一个男生在青春期 应该有的梦移 梦移什么意思 就是金虫 在金郎里面已经储备了 两三个月 没有性的对象 青春期当然他要做梦 接着做梦中间会有一个对象 跟他性交 那个对象很可能是吕秀蕾的副总统 不一定啦 我说不好意思 你别笑了啦 你笑得有点委屈喔 你如果梦到像那个 那个什么 钟楚宏啦 或者像你们像小S啊 大S 那这个中间他们就发生性 以为男生吃乎乎乎很爽 对不对 那叫梦姨 很尴尬啊 晚上偷偷地自己跑起来去洗裤子 不敢让父母知道 这个同学他也是很矛盾 这种一种的优秀的高材生呢 爸爸又是律师 妈妈又是某一个学校的 那个 那个 科务组长 我在那个学校还当过校医 我才跟他父母说 你告诉我 你这个孩子是怎么帮他去喔 你妈妈马上没有考虑喔 对 我的孩子帮他去 我说你还可以 哎呦 我这个孩子 现在就没办法啦 他喔 就是 反正不会 不会去找答案啦 就是 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很直跟他爸爸一样 他爸爸怎么看病 你知道吗 那个蒋律师啊 来找我看病的时候 张医师 我现在发烧不退 你去我看一下 我跟他全部检查完 说 蒋律师 你感冒 那时候还没有 那个COVID-19 没有这个武汉病毒 中国肺炎喔 只是一般比较严重的感冒 发烧到39度 说你这个是 上呼吸道感染喔 那我要开药 他说 哎 财律师 不用开药 不用开药 我说 你现在 烧到40度呢 你也难过 当然不开药也会好啦 你要知道我们医生开药给人家吃 7天一定好 普通感冒 如果是Colomon virus 也不过14天嘛 居家也14天 所以14天是很普通的 我们就 suppose一个感冒 或者流感也是最多14天 吃药打针 14天会好 如果不吃药不打针 回家多休息多开水 几天会好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到 普通感冒 一个礼拜会好 我们7天打针吃药会好 筋骨不是一样吗 这个是一样啊 所以医生开药给你们吃 那是不对的行为 你知道吗 因为回家叫你多休息 就是 医师的order 医生在开那个 开order喔 你的order 但是大家都拿健保 小的人有健保 有给你带好医院 带好医院 那学校430 还450 你如果不开药 我给我吃 真正好的意思说 告诉你不用 我给你诊断出来 你这个不是脑末炎 你这个不会死的病 也不是肺炎 你这只一个病毒感染 你一个礼拜就好 我就是不开药给你 你会弃到 那有人会把医生拔下去 我贴持下去 你还不需要你拔 撤掉下去 其实 不用 真的不用你就会好 因为你不是那个严重的毛病 你为什么要吃药 完全都不对 但是华人的世界就是这样 很爱吃 对不对 优胜不疼 腰痠变痛他就说百姓 所以如果没有说 你这讲律师也是这样 他就不吃药 他也对喔 他就跟 不过他后面那个动作 我不太合理了 虽然我也是长老教会出来的 他是进行会的 他跟我讲说 他一世 你不用拍药给我 我回家翻圣经 他回家随意的 一翻 启示录第几张地 对一对 圣经里面就会启示 他印怎么会好 我说一一步 我说也无奈 结果几十年的中间 他儿子也毕业了 后来成功大学 他的建筑系 硕士班也毕业了 有一天 结婚了 他娶到的太太 我敢讲 那个男生 那个 老师那个学弟 台中一中 在我们整个台中来讲 很可能 数一数二 最handsome的一个小 一个男生 very very handsome 他娶到的那个太太 也是very very beautiful 他跟我说腰太漂亮 这一对同男女 看我们的结婚典礼 固然是一个快乐的事 我去到那边才知道 诶 主婚人蒋律师怎么没来 他妈妈跟我讲 张女士 你都知道蒋律师 他跟他儿子一样 折散固执 他生病都不是要翻圣经 翻到后来就死掉了 连他大学都还没毕业了 把他就死了 所以你看我们人不能这样 你有好的信仰我不反对 可是不能把他怪力乱审好不好 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医学东西 都是要有统计学的证据 在医学院校里面 都要有那个凭证 都要复合那个journal 那种医学期刊的报告 不能乱掰啊 像那个江湖素氏 就是这样弄的 你打拼 煮酒 饮酒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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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就好了 何况还吃一点草药里面 还有一点维他命C 还有一点纤维还什么之类的 味还不错 开开胃口 当然会好 可是那不能叫做学问好不好 老师不入虎穴烟的福祉 我刻意跑到中国医药大学去给他们上了短期的中医班 里面还学到针灸 老师从那边学到针灸 还去到美国加拿大拿到针灸医师 第一届他们卫生福利部颁发的针灸师的执照 所以你看外国人他们就不懂什么是针灸 当然这另外一个议题 让你知道我为了要了解什么是中医 所以我刻意地去读 读到连针这种技术 对我来讲 因为老师在一个女校里面当校业 哇 每天月经痛的同学来看病 那个是多得如过疆之急 很多人在那里疼疼疼疼疼疼 好痛 现场这样 护理人员都要给他洗眼睛 换三口 因为痛起来就是要命 老师给他打个针五分钟后才能止痛 月经痛 给他吃个药 两小时以后才能 防止他的呕吐 可是老师用针灸 我把他应用在月经痛 扎下去 啪 一秒钟他已经好了 但是他还必须要继续去拿药打针 不然的话针拔起来以后痛还会恢复 他止痛效果真的是一击棒 所以我懂他 原来他是一种 就是一种条件反射 那种条件反射 从增下去的地方 从peripheral 跑到我们的头脑 脑下垂体 做工 让他来达到 这个很复杂的医学的mechanism 我们不讲 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 在华人世界对性很奥秘啊神秘啊不敢讲啊 可是很喜欢听电台 电台卖的那个焦头摆 他就认为他那一根就像叫 然后去学那个什么 吊音功叫九九神功 吊音功是什么东西 就是男生的身子去吊那个沁腿啊 从五公斤 五台斤 一直吊到九五十九台斤 然后懒叫到他喊 派人一看 他那个电视记者去访问 嗨嗨 嗨要一要 哎 告诉你 你看 这么抢九十九斤我都吊得起来 吊音功 叫做帝王神功 帝王功 帝王术就是指这个 我就可以征服后宫驾历三千 哇塞 我刚才这么狠 有人去讨论 有人去讨论 后来我病人里面有一个高阶警官 他自己跟我讲战胜党 我本来有九九神功 我问我请问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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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了九九神功 他这个警察也是这样的 他有太太 在里外面又有小三 所以他要征服小三们 我在讲这个四五十年前的故事 那个年代警察是包仓包镖 你知道 祭仓他要咖喵 表他又要自己去找表子 这样 那是很浪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们要在电台里面 骂执政党 你们这样子 纵容你们的这些小小螺螺 我在外面把人家欺负 老百姓当然很生气啊 老师那个时候 开业医生 我在学校这个都是监课的 我没有专任 那我们学校三个院长 三个院长都是下了课才来老师院 给我看病的 我老师 你快点 我爸爸 院长 等下下了班 会去你那边拿药 快递24小时就寄到纽约给我 我们是这样在看病 好 OK 讲到这个 你就知道说 那个荒谬的年代 这个警官 为了要练他的懒教 他用 他征服他的小三们 结果他告诉我说 练了九九神功 那我就问他说 请问阿舌 你练完以后 有没有真的很厉害 他就很惭愧的跟我讲说 靠腰 不知道怎么 怎么钓到最后 整基都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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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重量 摩擦 他钓到后来 没有扯断 老师已经遇到好几个Case 为了钓这个九九神功 还才钓到四五十斤 啪一下子 就把那个静脉拉断了 吼 鼓起来一颗 南瓜 进来急诊室 急诊室急诊 明天换他的师弟又来了 我还有跟师兄同样的 快哦 医生 拜托 我给他听一下 你看 这么stupid 这叫蠢蛋 我若是那个 音乐老师 我也会骂那个警察 蠢蛋 真的是蠢嘛 怎么给他这样子 滷 一个物理学的称重 拉到九十九斤 老师傅 那是骗钱的 一个 假的医疗行为 你们居然敢拿钱给他们去 去这样子伤害自己身体 所以那时候我老师一听 原来他们在卖那个 黑药丸 黑药丸里面放荷尔蒙 放美国鲜达 那些吃的 诶 你要相信 优胜贵条真的好 很多黑药丸 黑药丸 在家里面 儿子能上班 孩子能不在 给他三千块的零用金 结果一天电台 卖什么药卖什么药 高薪 高薪 偷偷就跑去那个 电台的指定店去买 真的 就这样子 吃到后来月亮也 水牛背 把汤子大大 咖山上 我们叫Cushion Syndrome 你医学系的话 你牙医学系 你护理系 你一定要诊断出来这种病人 乱用药 类固醇 美国鲜丹的副作用 他有一点要洗肾 真正的肾脏是什么 这边告诉你 肾脏是这个 腰子 上面有肾上腺 肾上腺 肾上腺才跟性 有一点点的关系 因为肾上腺 它的水质 里面的水质 是救命用的肾上腺素 Ebinephiline 任何一个人 心脏停了 你只要五分钟内 送到老师的医院 送到学校 急诊室 我跟你保证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一定救起来 为什么 我只要一针肾上腺素 达到你心脏里面 他就 恢复他的活动 但后来要救什么 那再说了 当下一定让你再回调 你超过十五分钟来 I'm sorry 可能没办法救 五分钟内一定可以救起来 因为那就是肾上腺素 太力 那就在这个里面 在肾脏的上方 而肾脏本身 根本没有一点救命 跟生命跟性无关 它只是一个排泄器官 排尿 把我们血液中间的 阿摩尼亚尿酸尿素 到里面过滤过滤 然后变成尿酸尿素 从我们的Urator Urator叫做 输尿管进到膀胱 膀胱脏 脏到三五百细细的 你就会憋尿 快点快点 厕所在那里 快点 你如果憋到七百细细 有时候解不出来 你太脏了 它Atony 那个膀胱的肉 失掉弹性 你知道 你只好站在那边 扭低的 动 动到四百细细细 膀胱的弹性回来 才可以 噓 那一刹那是多爽快 你知道吗 人家说我们会胸脏 如果得到这个摄物腺肥后 不会胸脏 你会知道多难 摄物腺就在膀胱的后面 这个阴晶的后面 它是产生精益的 一个器官 以后我们会交到 好 让你知道 肾脏只是一个泌尿器官 是一个排泄器官 跟性无关 刚才老师讲过 肾脏腺有点 对不对 救命用的是水脂 它的皮脂呢 医学系 亚医学系 副理系 你们一定要记起来 它的皮脂分成三层 皮脂管荷尔蒙 Zona glomerosa Zona fachiclota Zona reticlosa 四三个 你听不懂 不要紧 不要紧 第一层管的就是 电解石代谢 第二层管的就是 糖类代谢 那个糖是一个 酒制糖那个糖 第三层才是 Sex hormone 性荷盟的一种 它分泌 男性荷盟的 蛋白同化荷盟 蛋白你吃下去的蛋白质 肉类啦 鱼虾啦 鸡蛋的蛋白 都是蛋白质 protein 就是靠著 腎上腺 皮脂里面 第三层的 这个蛋白同化 核盟 来 拔你合成你的肌肉 不然你看看 你有没有同学去肯达基 买一只鸡翅 鸡腿 吃下去 登登登登登 长一只鸡翅出来 不会吧 不会吧 当然不会 因为你吃下去的鸡肉 鸡翅也好 鸡屁股也好 它也不会登登登登登 长一只屁股出来 它会变成蛋白质 被你分解 分解又吸收 才又变成人类的蛋白质 那就要靠这个蛋白同化核盟 可是万一出了问题 肾上腺出了肿瘤 它出现在那种 核盟的 就会让一个小朋友 我小三年级 就变成长阴茅 女生的乳房肿起来了 青春期第二性征 全部来 面子也来 月经也来 因为它是管核盟的那一层 像这种我们里面有好多的 管那个Steroid的 内固醇的管核盟的 就在我们的肾上线 跟肾脏无关 它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好不好 我们内分泌器官 在脑下垂体前面有六页 前页也有六种核盟 后页 第二页有两种核盟 中页有第三种核盟 叫做管黑素的 黑素刺激素的 那个以后再说 总而言之上 你先搞清楚 绝对没有那个什么叫百形 这种百形是什么样 这种百形就是像这样 这个人躺下来 血压凉不出来 后来这个死掉了 张玉燕小姐 当然不是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个医生 在病理学的教科书上画的 我们周英二教授 我们主任就是病理学的 他这个病理学的态度 他当医生不够看 他把所有的病都画成图 让你知道这个人皮下出血 整个血压量不出来 剩下事实 巧毛死了 因为他的肾上腺 爆炸 我们叫猛爆性的 Waterhouse Federation Syndrome Waterhouse Federation是两个医生的名称 这个病被发现 他们就是滥用肋固醇 这个人为了艾翠 有一个台湾的小姐 叫张玉燕 发生在三十多年前 她跟男朋友陈宏林当兵的约会 那时候周休一日 礼拜天才能约会 很宝贝 平常就爱睡啊 背固醇啊 开盘术啊 然后约会那天 陈宏林出来不是靠近彰化 基督教医院吗 他出了摩帖以后 修课 发烧不退 只跟男朋友讲 我头痛很痛 怎么会这样子 无三语语 一个性交以后 一个礼拜才见一次面 大概就是太过激烈 还怎么样 只是怀疑说 哎呦我怎么会修了呢 赶快送张机 结果送上张机喔 从急诊室送家乎病房 死在降张机 彰化学校院是比中山 中国荣总 我们这三家医学中心 更早就有医学中心的成立 中部只有他那一家 那时候我们还只是一个地区医院 中国也是 荣总也是 还最早的时候 连荣总都还没有 中国医药大学 他们连附设计院的 还没有年代 那社老师是 在这边读医学系的时候 那个年代的故事喔 好 他当然是在 摩帖是在成功名 阿兵哥 宋 张机 连这么大的一个教学医院 医学中心都救不起他的 藏医院小结束的女朋友 结果喔 问题来了 他的爸爸 女生的爸爸告男生 你把我的女儿强奸致死 为什么 因为从他的身上 搜出保险套的购买收据 他跑到那个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有收据啊 保险套 好 所以 爸爸 他也悟不出来什么回事 可是用这样子 就知道 我女儿原来是 在摩帖 跟你有信息 你把我女儿害死 这个很成立喔 你要知道喔 然后在告 告的中间喔 老师看到这个新闻 那个时候很扼腕 你知道吗 老师撞着叫两性医学呢 当然现在不能讲两性喔 现在老师这个名称 会消失掉 也不能叫做两性 叫做性医学 因为现在有三性 男性女性中性 也有男生是女生的 也有女生是男生的 也有什么都不是的 也不是中性的 你可以主张啊 现在的性总共有七种性别啊 你说要怎么办 那我们那年代不能怎么办 就是被告那个男生喔 第二年 还在开田中吗 这故事很震撼 因为那时候发现 不是只有张医院死掉 居然成功岭以外 还有七个军人 同样的猝死 结果院之外都一样 你看病理学上告诉我们 他的细胞 白血球的多核型 多种核 核的样子很多一样 他居然旁边吃了很多的 脑末炎双球菌 点点点点 那个都双双对对的喔 跟灵病 灵病是上上下下也是双双对对的 很好玩喔 性病跟这个脑末炎双球菌都是双 双球菌它是两个排列 跟灵病上下不一样 这个病理学教授 你问周英俄教授 一看就知道什么病 好 诊断出来 原来他是脑末炎死掉 军中又没有跟他有性交的 有的在嘉义 有的在台南 有的在高雄 有的在花莲 阿兵哥死掉七个都同样的病 基本就是强奸致死 可是男生被他这个 本来是可能的岳父 准岳父告到 第二年2月14号 什么日子 2月14号 什么日子 你怎么说不知道 2月14号什么日子 情人节好不好 你们没有过过情人节吗 2月14号 这个男生在当兵 从军中偷了一台军车 那个吉普车 跑到在成功林下面台中监狱 本来这个时间老师是在台中监狱上课的 因为武汉病毒害我这一年都没有去给他们上课 就怕老师传病 因为医生搞不好有什么病会传给他们 所以他们就停课了 好 那监狱 那成功林下来是监狱 再下来是林东科技大学 林东科技大学的后面有一个小森林 这个男生驾着吉普车 在小森林里面 引废弃自杀 自杀在2月14号 抗议这个准岳父告他 我跟你女儿是有感情的 我们都成年人 我当兵了 他要跟我有性行为 而且我保护他 我用保险套做家庭计划 就算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性病 我用保险套可以防止性病 大家水煮交融 只是共赴吴山云鱼 病病叫 你女儿要死 那个病也诊断出来了 军中又不同的人 都七个 都是脑墨炎松球菌 那叫法定传染病 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像现在你遇到SARS 遇到武汉肺炎 你不能不报我 哎呦不要报 不要抢 你虽然是武汉肺炎 我跟你一好 因为你一讲 我整个医院要关14天 中山就有这个危险 中山中国 这种大医院都有人会发烧去 你怎么知道 这里面没有一个是 最近发生的 发行技师 发行技师的朋友 他就偷偷混进来 哇 凡接触的 所有人都要停14天 搞不好 他如果乱闯医院 跑来跑去 你们14天都不用上课 有欢喜吗 我都松都不要说 但是没了 我们交入学会 你不来上课 你什么都听不到 好 那时候这个男生自杀成功 从那天开始 老师是最心肝 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嘉一科的主任 李孟志教授 他后来去当台中医院的院长 为什么 台中医院的院长 坦夫 邵小林 就是胡志强 他的太太邵小林演员 他的弟弟 邵院长坦夫 那个年代他们就是这样子 上下其手 只是他衰 比较衰 这样就当于宋法办 台中医院一下子没有院长 连国民党都还来拜托中山的 嘉一科的主任李孟志教授 去当他们的院长 我个李孟志教授 我们两个人叫做中山 他是专任的 我是兼任的 我是有一院在外面 也在台中医院旁边 我们两个是中山的应召难党 我们是三岁的人 我们是应召的 哪一个学校机关 包括师子会 还有什么 任何军中监狱 有需要我们去演讲的 我们两个马上答应 应召 我们去那边宣传良性医学 那时候叫良性 现在不能叫良性 现在叫性医学 一定会最后 问所有的上课的学员们 来里面 我不是医学的教授 你也特殊有的 都不行 我来诬 要 franchise 性病要怎么样防止 怎么样怎么样 特别是َiG-Z.B.E.M.B.E.、 应该要怎么做 最后我会考试 就七个字 请你告诉我 预防性病 最简单的方法 拿七个字 来、大家一起唸 汎 妈,你怎么都是 Illum-D am 我开个头好不好 全程怎么样 全程 全程不要性交 还不会臭伤 那就是被性交过来 全程使用保险套 知道吗 这么简单 你全程使用保险套 你就可以预防性病 预防不需要的怀孕 你可以做家庭计划 你看这个男生 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懂得爱惜他的女朋友 结果我们在做这个宣传 看到因为男生身上有买 保险套的收据 因为这样来告他 这个法官干嘛的 恐龙法官 你也要马上不起诉 怎么可以这样子偷笑 虐待到这个男生 引废去自杀 我哭哭 我跟你说 我两个印遭男人 是痛苦多久了 因为教育部给我们的一个指示 就是你到哪一个院校 到哪一个私职会 夫人社 监狱 都是要告诉里面的人 你们真的必要的时候 有那刚交 因为男生跟男生关在一起 女生跟女生 有那种亲密的 同性恋的行为 你也拜托使用保险套 因为这样可以防止 某一个人有艾滋病 零病没毒 就不会传给你啊 那种封闭的空间里面 一定会有这种 所以后来艾滋病的灭绝 我们不敢不敢讲 交的完全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推广了 全程使用保险套 这七个字 这么简单 这个女生 藏医院小姐就这样死掉 也闯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人 为什么军中 后来老师教病理的 我老师也是病理学的 我只是比赵英二教授 还早几十年 这种病理学的 就是告诉你说 天气在热的夏天 热的夏天 最普通 就会有这个法庭传染病 偏偏在冬天是躲起来 2月14号之前的一个月 不是闯祸了吗 女生死掉 那是冬天哦 过年那个时候 那个病毒啊 它不是病毒 它是细菌 它是脑末炎双球性 会躲起来 不在夏天 理论上不应该法座 可是因为女生爱睡 用很多的类固醇 美国先打 让她的肾上线 这个地方 救命用的肾上线 五分钟送到医院医生 可以打一针 这个射三线素就让你心跳过来的 这种功能完全没有 所以她救不了自己 反而在一个脑膜炎双球菌里面 死掉 这个是顺便给同学知道的 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这是肾上萎缩 一个这么好的肾上 点点点出血 高血压 两年你不治疗就肾上萎缩 肾上萎缩 阿摩尼亚尿酸尿素就没办法过滤 没办法过滤就是开始要洗肾 一 三 五 二 四 六 每隔两天就要去洗肾 穷极医生都在医院里面出入 天啊 你连出国的机会都被剥夺 你出国到哪去洗肾 但我不要讲现在有武汉病毒 那根本没有可能 以前我们会有人工透析液 用腹枪洗肾 自己把液体在家睡觉时候灌进去摇一摇 醒了后把那个灶口再打开 好像小便一樣把那個阿摩尼阿酸酸酸素解掉 你要出國就帶個幾天的洗腎液 互相洗腎 那是機會啦 希望不要這樣才真正的叫百姓 腎臟敗壞了 百姓 希望不要這樣 這是生育的奧秘 生育 生育兒你怎麼會跳 我跟你說 你們這輩子還沒結婚 你這個年紀還沒有結婚 還要生育兒 你們要檢討 孔秋種迷 孔子 那個年代結婚的年齡是幾歲 猜猜看 幾歲 14歲 太老了 12歲 不能超過13歲好不好 很接近 算你90分 我告訴你 13歲 孩子就要做會了 撒做對父母沒錯之言 門當戶對 你大園外絕對不會去找一個乞丐 對不對 他一直把他這樣做會 然後兩個都培養感情 從小就玩在一起 然後啊 慶祝期 然後那時候慶祝期很慢喔 15 6歲才開始長陰謀 冷卜 幼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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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弟弟 來 小辣 都是大姐姐在服務的 所以兩個人從小就搞在一起 你看多甜蜜那種社會 對不對 那種社會實在是找不回來 所以他們是13歲就要結婚 當然你家裡面窮啊怎麼樣 那你就慢一點啦 那是已經有不太好 所以結婚怎麼生孩子他們不懂 胃之生 焉之死 請問這句話誰講的 大聲一點 誰講 誰講呢 口子 我就要抓你們包 老師怎麼會給你們抓包 因為我在主持節目 我們火雄流血糕這部 我們電人人家也會電我好不好 像最早我不知道那個叫尋義飛彈 我覺得那個字像割嘛 割壁嘛 尋鴿飛彈 齁 你在康夷也會說 你怎麼這麼學問 不再給你做一個醫學博士 下面叫尋鴿飛彈 尋義飛彈 我給你做一個掌握 後面還會記 我跟你說 你要知道 那個年代你如果瘋咪咪 那不是孔子講 是告辭 告辭問孔子 為什麼人都這麼瘋 孔子给他回答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 我没有看过一个好德性的人 像好色那么多了 所以子不与怪力乱存 他告诉他 人的性是一种人性 他跟孔子 孔子是给他回答一大天的道理 所以是孔子说的 所以性 男人很性很胜 都是孔子讲的 好那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懂 就总不知道啥话困社会 搞不好两个已经娶过门了 梁小吴才玩在17岁的时候 他们也懂得男生会勃起 勃起他有性欲 他已经懂得去爱抚 女生被爱抚大姐姐 虽然多他一两岁也是很爽 人一定要爽 不爽才不会上床性交 那爽了以后他们就懂了 就这样子生孩子 我说女生的卵子跟男生的精子 它是一个半靠的染色体 今天讲到这个要记起来 医学上告诉你我们的生殖细胞 叫做减速分裂 一个细胞 每一个人细胞都双双对对 double strain的DNA 只有精子跟卵子它要 meiosis 不是细胞的meiosis 一个细胞变一个细胞分裂 一定是四六个染色体 可是精子跟卵子一分裂就单套了 23个加23个 里面男生可能有带第23号是X 第23号是Y的这个染色体 女生两个一定是X 这样结婚起来就变成三个女生 两个X 就是在细胞学上 线维镜可以看到有一个黑点 那两个X嘛 重叠 所以长到这个叫bar body bar是一个医生 bar他发现了 所以你只要 因为你要验男生挺不好验 可是验细胞有没有bar 验到的一定是男生 一定是女生 就这么简单 验不到不一定是 不是哦 要记得哦 这个有差别 那这个地方XY 有Y的是男生 没有两个X 所以没有办法重叠 所以没有bar body 女生变成卵子的时候 偏偏这个不分离 这两个从一夸在一起 高龄产妇啊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他跟男生正常的X精虫 变成三个X 哇两个bar 这个叫super female 超女人 女人中的女人 她是不是玛丽联盟录 suppose 玛丽联盟录为什么这么漂亮 可以搞掉美国三个总统 刚才你总统的兄弟姐妹们 结妹没有了 总统们 哇原来super female 我这次播以前播不是真的啦 你不要把她当作医学 我脸上我都听得懂 如果女生两个X跟男生的Y 它会产生K4症候群 climate fatal syndrome 它又有一个bar body 有bar body就是女生 可是它又有一个Y 外表是男生的女生 很复杂对不对 那这个空包蛋 因为两个gata结尾 这空包蛋也可以 跟正常的精子结合 变成XO 这个XO不是Whiskey Blendy的XO 它是一个 外表是女生的男生那种 那YO 10产 一定三个月内流产 那不用说 这个是林静怡 医师她的专业 林静怡立法委员 老师小时候也是跟她一样 她在这边上课的时候 这样带出来的 以前只要是一届的大会 要去主持这个一届的 那个动算啊动算也好 我就是男主角 她就是女主角 从她还在那个当 住院医师的年代 就带出场去拼 拼到现在她可以当 这么优秀的立法委员 这个都是有用心过 也在海洋直升广播电台 组织很久的节目 那男生有时候是两个尬在一起 高龄男生嘛 现在很多那个中国的新娘 我们叫收尸队 来叫台湾老鹅 老鹅八十几岁 三十岁而已 明明就是来服务你 让你两三年以后翘毛 继承你的军中的荣民的身份 可以领半清 领到他死 他这个中间又去找小王 你又能怎么样 你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高龄的男生 也会产生XXY 就是这样 跟这个一样 clinic fatty syndrome 如果是XO 就跟这个一样 外表是女生的男生 这个很复杂 不过让你再看一次细胞 细胞核里面 把所有的染色体 父系母系 父系母系 把它排排做 大的到小的 22个叫体染色体 你的样子会跟你的祖先一样 流生流 风生风 温孤生动风 老鼠生的孩子会打动 对不对 这是必定的 一定的 因为你状态 不然你 选一个小孩 麻烦 请你隔壁来吃麻油酒 那一定隔壁一个大老厨 喝了麻油酒 头脑就不清楚 突然间讲句话 哦 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漂亮 就是隔壁的叔叔 你死了 你的小孩可以整你老婆 整你老婆 不能整隔壁的叔叔 那叫体染色体 22对 第二三对决定性别了 一个小小的歪 这就是生出来的 就是这个歪的金蟲 它分离变单套 22个22个 女生两个X很大 所以两个X会叠成一个8283 女生有时候那个8283 会变成骨髓棒 drum stick 骨髓棒要够腿 够腿 那细胞多核性 里面突然间多一根骨髓棒 多一根鸡腿 老师家里面是老大 大孙 我阿公 听我的大孙 比听我的台大医学人 张教授我那个叔叔 我叔叔才差我十多岁而已 我爸爸 大他11岁 所以叔叔跟我年纪比较相反 阿公阿嬷听大孙 那个简直叫外心 你知道吗 外心得很外 对我是极端的好 吃饭的时候有鸡腿 他一定马上夹了 哎 阿孙啊 这里也 连我叔叔 我台大教授都吃不到 他对我是很感冒 但是阿公就是这样 很奇怪 这个叫鸡腿 又叫骨髓棒 drum stick 那时候老师跟赵绍康 他们在才ös 一种和上打意外 我还参加校队 在校队里面 我们看那个打鼓人真的厉害 它 вли 哇 哪怎么这么厉害 那个怎么跳 那咖啡棒就是这个 有的人就是女生 没有人就是男生 很好分 对不对 你只要踩口腔抹片 от口腔抹片лю bull 当场就可以染射 因為你要去做DNA要一個禮拜多麻煩 所以我們用抹券或者是白血球的細胞染色 看到骨髓棒女生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老師在那個女校裡面當校衣 講白療就是今天的台中家商 因為老師醫院剛好在旁邊 那我們家商去跟人家比賽的隊長 女生喔 那個台中家商是商業職業學校 那個年代沒有瘦女生 因為女生必須要學裁縫 烹飪 然後商業部技 希望嫁到好家庭你們可以當秘書 替你的先生作帳 你的老公就不會找小三來當秘書 在那個女校裡面 我們的代表田徑隊去跟人家比賽 每次都破紀錄冠軍 背心靈傷風 教練檢舉 再一次你們怎麼那麼丟臉 叫男生來冒名領替 我太奇怪了 我女校裡面怎麼有男生 你自己看 你們那個隊長胡鬚啊 她的毛是鋼毛硬的 女生裡面也有胡鬚啊 你們叫做蠔毛 你看你們那個女生隊長 她有猴截 男男生那種也有猴截 女生你也有 是你的猴截比較平 男生比較凸 她說我看她這樣說 哎唷 好像真的耶 怎麼辦 高二了 也不能叫她脫褲子來驗 可是我也覺得她不對 她跑起來 她說你們那個隊長跑起來像泰山 肌肉像婆派 怎麼會是女生呢 哎唷 人家體育老師說 我怎麼有力 可是我只好設計 怎麼設計 說哎呀你們每次都才從比賽第一名到餐 她全省比那個時候還沒有廢省 比賽的時候住在一起一起洗澡 一起吃飯一起睡覺 我就問同學說 哎 同學你們隊長跟你們睡 洗澡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異樣 同學回報說沒有啊 隊長他有時候會抱怨說 哎 你們怎麼那麼破霸 我怎麼那麼四藍真平 可是她有肌肉 那我是偷偷的跟他們說 來來來來來大家來驗滴肝 其實我是抽BMA 把他們送到我們學校李薛佑教授 那時候我們的亞醫學院的院長 周銘勇 周銘勇那個老三 還是一個小助教在往教授旁邊 快趕快趕快大醫生來 喔 三醫生請坐請坐請坐 沒有想到30年後她去哈羅大學 拿醫學博士回來 喔 我不看到台灣律政了 好 我講那個時候的也待 她就是她做的 她就把那個DNA做出來 答案46XY 請問這是男生女生 男生 一個女校裡面有男生 老師都怎樣 啊 尿道下裂症 第四幾人 男生的陰莖沒有發育 所以她不知道她是男生 她一直當女生 老師把診斷書 還有李薛佑教授的 那個 黄色體的檢驗拿給她 去改身份證 改成粉紅色的 那個學生當場發標 拿著我的診斷書 跟李薛佑教授的 飄飄飄飄飄飄 哇 妳在那裡 要給妳做十步了 她的動作就是17歲了 她還是飄飄飄 完全是女生的表現 當然她體力跟人家不一樣 她和我們跟人家不一樣 妳去比賽當第一名啊 丟臉死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叫她 不要不要 妳不要去比賽 叫家長帶回去 家長來還不太信 怎麼會這樣 我說真的啦 我意思是真的啦 後來只好內診 原來是尿道下裂症 第四型的畸形而已 可是白癌 後來我問護士小姐 她回去以後怎麼樣 他們住在芬園 做蚊子 煙草 他說這回去之後 他們爸爸 把他送去摸摸茶 讓那個老婆去摸摸 摸一次六百塊 又騙自己的女生 又是變成女生 沒有男生 用摸一次六百塊賺錢 我聽這個實質很辛苦 就好 那時候還沒有特教 實在是 太可憐了 讓你們知道 這個就是XO 外表是女生的男生 這就是XXY XXY 他有男生女乳症 這個人非常嚴倒 這個叫做馬英九症候群 我可以講 馬英九不是真的這個病 老實是為了讓你好記 以後你只要是XXY的 就是這種 很三步的 你看馬英九現在游泳的時候 越老了 他乳房 他才小老是一歲 可是水一撐他乳房 男生到年紀大乳房 就飄不起來 像女生那種乳房 男性女乳症 有很嚴倒 有 蠻酒也很嚴倒 現在他原住民的臉 跟他媽媽一樣 已經表現出來了 所以他們是以前 從維吾爾族那邊 討難到香港 在英國九龍生的小英九 那這是XXY 所以我們染色體 有時候會亂飛 落死掉 有時候會交換裡面的Croposome 就有畸形的下一代 最後一張 今天的課 請問 這一張你只能取一次機會 這個人是男生的 或者這個人是女生的 給你看我們表中 來 現在表決 你如果不舉手的 就是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沒有重複表決 這個人是男生的 請舉手 有四分之一左右 好啦 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個人是女生的 請舉手 還多一點 都錯了 這個人叫陰陽人 因為他有男生的睪丸 跟副睪丸 又有女生的卵巢 在肚子裡面 你完全看不到 這個人外表可以是男性 也可以是女性 要記得喔 所以你們在法醫的鑑定 你一定要記得 沒有經過 這一個最後的診斷 包括臨床上的 病理學上的 不能下結婚 以後 你要結婚的時候 你的男女朋友 請你帶來 給張醫師 跟你確定 感冒還是母親 好不好 今天講到這邊 下個禮拜 這個時間我們繼續 會給大家介紹 信一群 謝謝 謝謝 謝謝